天平座 天平座你在这个月的工作上 工作量可能会比较大 需要你排出优先顺序来处理 对于紧急的任务 你可能会觉得比较烦躁 建议你还是要从问题的源头去梳理 这样子你后续在工作效率上也会比较提升 工作上会有贵人 虽然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是有压力的类型 不过他的建议还是有他的价值 你可以参考看看 在内心上 你可能会觉得表达自我有一点压抑 不过在学习身心灵领域 刚好会有好运 所以你可以试着接触 这对你来说是很好的调和 另外旅游的运气也不错 出去旅游可以转换心情 对你的帮助是十分好的 异国的文化元素也可以带来灵感 可以活化思绪 可以好好把握 感情上你比较体贴 要注意如果你过度付出 就会失去自我了 所以如果有对象的人 也要多多与对方沟通 传达出你自己的需求 这样对双方都会比较好哦 整体来说可能工作上压力会比较大 内心也因此就比较不安 但其实你有很好的执行力 你又很负责 而且也很有创意 如果你有耐心把工作上的难关给克服 这样子你就会变得更强大哦 就会变得更多负责